为什么日寇在我国死磕14年 在印度只待了4个月 便灰溜溜撤军认灾 是大家都小瞧印度战斗力了吗 日寇侵略我国神州大地 说是8年抗战 实际上从918事变算起 殉罪在神州开始蔓延14年不止 而入侵印度只打了不过4个月 便灰溜溜的认灾撤军 难不成印度人天神下凡 当时印度是个什么样情况 一折有诗云 西方海企气蒸炉 横略姿才铁剑出 西区脑牙香产地 如今草矿碎植炉 多年英帝龙中雀 不落金冠地炕朱 山远秋高临水热 烟波热鸟受重毒 其实现在的印度 1950年才建国 那时印度地区完全被英国殖民统计 日本面对的其实都是英国老 以及印义英军 日本自然也知道这点 可现在已经不是一战时期 英法的时代已经过去 不列颠早已不负世界霸主地位 更被纳粹德国缠住 无法脱身 哪里有多余战斗力 投入到远东地区 日本连美国都要惹 还在乎现在的英国吗 不在乎是不在乎 不过他们余力并不足 42年 日本全面占领缅甸时 确实有进攻印度 利用印度风饶地产 为砍下中国做支撑想法 当时还有个关于入侵印度的 21号计划 但太平洋战场与侵略我国 日本投入了最大量的主力 能额外投派过去的军队 战斗力并不是很强 想要多做准备 等待时机攻占印度 所以21号计划暂时被割制 然而同为轴心国的德国 在43年情况并不是很好 因此 小胡子也希望日本能打下印度 牵扯侧应德国与英国的战斗 三大轴心国早早投降一个 和日两个新日野心勃勃之辈 在如今战事不利 局面唇齿相依 德国的要求日本肯定是要考虑的 加上太平洋战场也不乐观 日本也需要一场大胜 来振奋全国军民之心 虽然不是特别情愿现在打 也只能带着三流部队硬着头皮上 这场44年日本入侵印度之战 实际上成了三流日军对三流英军 当时亲一御军只要由15军为主体 而15军军长谋天口连 正是当年卢沟桥事变的现场指挥 这个战犯已经从当年的大佐升为中将 并且趁15军高层重组 将部队变成了自己的一言堂 战略准备固足 部队指挥难以提思广义 深入热带地区 士兵大概率水土不服 在底下这三大烈士等情况 日军在错误的时间 错误的地点 赶压着上下班 与错误的敌人 发生了几场战斗 早已为溃败 埋下伏笔 日寇在我国战场上 恶恶伪军 跌裂花样层出不穷 却在入侵印度 四个月草草撤退 他们不在印度内部 搞这一套吗 欧洲战场 德国情况不好过 日本不仅在太平洋战场 屡屡受挫 我国军民奋勇浴血 陈州大地 他也拿之不下 于是 四三年底 在德国小猴子的意见下 日本在缅甸地区 以十五军为主干 集结了一击十万余人部队 四四年 绿军赶压子上架班 要摘下英伦女王桂冠上 最闪耀的猪钻 想用这一场胜利 来振奋国家军民士气 侧应盟友纳粹德国 并且在天亚洲根据地 可日本精锐在太平洋战场 主力在我国难以抽身 据统计 前前后后 读入约350万人 来罪犯神州 所以凑的这十万人 大多都只有三流战斗力 而英国与德国招战 无法抽身攻固 日本与英属印度 对抗战斗 便成为了两股三流部队之争 可能大家也好奇 在我国抗战中 有一系列比鬼子 更可恶的二鬼子 探奸伪兵 在日本入侵印度时 能有这种情况吗 其实有 但不太一样 印度一股政治势力 领头人暴思 为争取印度 但英国统治下独立 宣布加入轴心国 虽然他选择了合作对象 对藏无人道的法西斯 是罪恶滔天的日本扣 但人家好歹是位 为国家独立 呕心沥血之人 哪如汪伟政府 与他比较 实在有些侮辱人 并且 当时印度经济 虽然高达英国4% 但印度人战斗力 确实不太行 他们印度军民 在这场战争 存在感十分低 主要还是英国人 以及印裔英军 而日本人 无论与印度人 还是英国人 肤色差距都不小 特务潜入那一套 过于明显 也难以施行 并且 这场战争 日本并未深入印度 便被打走了 印度人 根本没有望风而降的契机 还好当时 印度被英国控制 要不然 碰上甘地这样的领导 奉上头颅 让日本砍 日本真轻松拿下印度 估计法西斯轴心国 怕还有几分翻盘机会 十万日寇 尽折几 六余窝冰 丧真地 野心张扬 法西斯 战事陈锤 以目击 日寇 为何十万大军入侵印度 却于四个月时间 草草了事 他们在我国 熬战十四载 那般野心呢 只能说 日本根本不想 现在就打印度 这是场迫于轴心国 全线形势 硬着头皮 发动的战争 二战时 日本野心勃勃 确实对整个亚洲都垂涎三尺 然而 日本彻底拿下缅甸后 却并未立刻进攻印度 自然是有对自身现金 能腾出手的物理军力 有所考量 可惜 无论是德还是玉 都需要这场胜利 打破僵局 因此 日本也只能并急乱投一 一应战争准备都不足 积极的兵力 虽有十万之重 然而战斗力 并算不上强 指挥系统僵化 应由十五军为主力组编 十五军军长 谋田口莲 兼任司令 指挥系统变为一言堂 对印度英军战斗力评估 并不准确 日军携带口粮并不充足 并且 印度地处热带 雨季来临早 日军在雨季左右 穿过潮湿闷热 且满是蛇虫毒草的森林 水土不服情况下 大量士兵 患上如瘧疾 霍乱等病症 但本就士兵素质 良又不齐的军队 战斗力再度锐减 在日军 一度过千吨江后 英军指挥蒙巴顿 便决定 全部力量撤手 英帕尔高地 以阻止日本西晋为主 毕竟 现在世界战士 与同盟国有利 而现在英国 没有力量可以支援 自己手中兵力 战斗力一般 不适合出击 只要在英帕尔 扑住日本 静待其他战线结果 自然会影响到 这股日军出现战机 而日军方面指挥 牟田口莲 则选择拿下英帕尔高地 虽然手下许多人 不认同这样做 可无奈 猴田口莲 花语权太强 只能跟着他 一起发动了英帕尔战役 猴田口莲 是个很含喊口号的将军 刚渡过千吨江 他便指着日本 那高耀奇说 太阳一样的奇迹 将会宣告我们的胜利 我们即将征服印度 见片土地 因为对敌人实力 与战斗选择判断有失 携带口粮不够 他一边喊 没有补给也能打仗 一边缩减士兵们的饮食 就这样 士兵们又病又饿 卡上了因帕尔高原 新的毛病 高原反应又出现了 这种情况还怎么打 日本之次战役 被剿灭两万余人 并死四万余人 四万人出征 成功撤退的只有三万人 此时日本 哪里还有余力 再来印度 加上世界战争局势 也越来越明朗 因此 送完几波人头 日本便放弃了入侵印度